車主要開外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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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呢 就跟大家來分享的車種呢 是馬自達的CX9 那這台車的 算是七人座中大型的休旅車 所以這台車的 基本的配備呢 其實相當相當的豐富 那這台車是2.5升 NA引擎 這台呢其實有分二輪驅動 跟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這台是四輪驅動的 AWD 大俠早安 那這台的原廠邊緣器我們已經拆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底盤架構 它的底盤懸吊系統 其實跟三代的馬自達3 還有CX5的底盤呢 其實是都大同小異 那基本的架構 譬如說前後上座的形式呢 其實也都差不多的 只是差別呢 在車軸的軸距 配重不太一樣而已 那彈簧的磅數阻尼呢也都不一樣 因為畢竟車重差了好幾百公斤了 那這台車的前面的車高呢 原廠的話呢 它是已經搭配了二十吋的輪胎 二十吋 二五五三 二五五零二十 二五五零二十 那原廠的車高呢 原廠大概是前面四指幅再多一點點 後面的話大概是五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呢 前面呢 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半 所以降低的幅度也不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系統 上個禮拜呢 我們也有安裝過一台CX5 所以它的底盤架構呢 其實差不多的 前後呢 KT都有附上座 我們都有附上座 那後面的懸吊呢 跟CX5其實非常非常接近 如果呢 一樣有要降很低的話呢 就建議要改楊角調整器的 今天降低的幅度呢 大概剩下兩指半左右 那這裡有一個後面上座 後面上座的下方 這個藍色的機構 就是我們在調整阻尼的 像這樣子順時針的話呢 這個變硬 順時針這樣調整的話 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這樣子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還相當方便 那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在這裡 Hilokey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從這個Hilokey的長短 來改變它的車高 那其實很多的朋友 常常看我們直播 像這樣的後面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呢 每次都會提到說 它有特別特別的安裝的技巧 在彈簧 像這條彈簧是大概200 自由長度大概230mm 那它不能壓縮過多 一旦我們把桶聲調的太短呢 它的彈簧壓縮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後面的調整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後面的桶聲 它是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在這個地方 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絕對不是在這裡 這裡即便調的再長 它車高也不會改變 後面的這個桶聲呢 是在調整行程用的 所以後面的車高調整是在這裡 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後面的 我們有附上座 這個防塵套也是做專用的規格 就是這台車 這個後面桶聲是細的嘛 所以這個密合度 就是做剛剛好的規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紅冰早安 CX9應該是沒有做過錄影 或者是直播 這台的配備很豐富 前面的話呢 它是上座 引擎室打開呢 就在這個地方 相當的方便 所以阻泥的調整呢 從這裡 就能夠做阻泥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 變硬 逆時針變軟 得尾早安 所以上座的話呢 我們也有附上座 不用再拆 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能做阻泥的調整 那這裡的上座 其實下方的話 有一顆叫軸層 那一個指退軸層呢 我們所選用的用料呢 也是 就是跟日本 都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品牌 那是日本的KOYO軸層 還有主尼泥的部分 同身的主尼泥 這個是 是用意大利進口IP的主尼泥 它是一整桶呢 從意大利原裝進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的混裝槽 在做混裝 所以它的穩定度也好 還有種種的表現呢 都相當的穩定 當然最大的缺點呢 就是單價太高了 那它的油封 所選用的油封呢 就是日本 OK的油封 那這裡有一些固定座的部分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 這個其實可裝可不裝啦 這個是在抑制一些斜證用的 它的離載串 就比照原廠的鎖點 還有這裡有一些 ABS的感應線的掉架位置 那這一邊的話呢 這個也是有一個固定架 這個是油管固定座 所以這些的東西呢 就都比照原廠就好了 那前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 有特刻一把彈簧的長度拉長 前面的話 預計大概降到剩下2指幅啦 所以降幅也不少 比原廠降低的大概2指幅左右 那這台休旅車呢 跟一般其他的日系車總不太一樣 其實它的車高呢 並沒有做得很高 前面的話大概4指幅 後面大概是5指幅 所以今天的話 也列降個大概2到2.5指左右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桶生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的車高的調高跟調低呢 不影響乘坐感覺 而且它能夠調高低的範圍呢 相當的大 前面的話呢 要調到輪胎跟葉子板切起 也都不成問題 所以都可以調整的 這台車的底盤懸吊系統呢 做的算是比較偏向舒適啦 因為畢竟是中大型的休旅車 所以如果呢 本來是轎車的車主 那改換了這台車呢 就開起來就會比較有一個搖晃感 這個是第一個它本來就是休旅車嘛 所以它的重心比較高 所以它的改了避震器之後的改善幅度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它的本來的鋁圈輪胎規格呢 尺碼就比較大 這個是做到20吋喔 所以跟一般的中小型的休旅車 18吋19吋是落差還蠻大的 而且配備很薄 所以它本來的底盤本質呢 也還不錯 那改了避震器之後的穩定度呢 哇那就更棒了喔 它車尾的線條也很漂亮 這個算是CX系列的家族形式 以上是今天 Mazda CX-9 這台四輪驅動的直播影片介紹 那如果呢 車友們有興趣有問題呢 都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因為今天禮拜一比較忙一點 所以今天的直播影片呢 會稍微比較短 那謝謝大家 我們要來試車囉 謝謝 掰掰